我老婆好像换上了间接性耳农 媳妇 我想喝水 你帮我倒点点水呗 嫂子 我哥要喝水你没听到吗 嗯 早了 牛帅 好点了没 哎呦 就割了个篮尾 嫂子这耳朵猙獰 刚才在走廊问护士三十双在哪 哎 嫂子就往门领过来了 哎 我有点事我先走了 你们先聊着 哎 媳妇帮我拿双拖鞋来 徐子柒 我跟你说话呢 子柒 洗手液没了 现在放哪儿了 啊 就在洗手池下面那个柜子里边 哥 你没事吧 嫂子 刚才妈在卫生间里喊你 你都能听到 哥就在你眼前 你听不到啊 他喊我了呀 嗨 我没听见 哎呀 媳妇 这菜太腻了 我吃不了 你再给我做碗粥吧 妈 你最爱吃这个鸡了 你多吃点 哎 嘿嘿 嫂子 我哥在跟你说话呢 哎 妈去给你煮 哎 妈你煮什么呀 我去就行啊 哎 徐子柒 哎 你整天我跟你说话 你装听不见有意思吗 啊 嫂子 就算你跟我哥再这么生气 可是 他毕竟也是刚出院呀 我这不是向你哥看齐呢吗 我怀孕的时候跟你说话 你不是也听不见吗 哎 我跟你说啊 你就按照我跟你说的做 哎 老公 这事物绝对没了你啊 帮我剪掉包 我让你包个剪你就听不见是吧 哎呀 那我刚才不就是忙工作没听见吗 哎 牛帅 你别忘了下午请假陪我去查你俩了 哎 你就明天就这么说啊 你就这么做就行了 牛帅 嗯 咋了吗 你听见我刚刚说什么了吗 啥呀 我上班快迟到了 你记得把那个衬衣给我洗了啊 我明天开会得穿 哎 不是 这又不是什么大事 你这样有意思吗 那你又干嘛生气呢 我 哥 嫂子这样对你都算亲的了 不是 这都过去多久了 她为什么还揪着不放啊 那是一笔刀没扎在你身上 我带着孩子回娘家住几天 你要是还想不明白的话 咱俩就算了 哎 你看 就她这样 啊 就这么点小事 咱到这处有必要吧 可婚姻里看中的不就是这些小事吗 要不然嫂子跟你结婚图啥呀 图你脾气大没本事 图你车贷房贷多呀 两个人一块儿过日子 不就是图个世事有回应 渐渐有着落吗 行动胜过所有承诺 双向奔赴才有意义 否则 只有一个人维持的婚姻 能长久的了吗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